嗨 我是海妈 圆堆绣球 促使它两季开花的品种很多 紫灰丹 夏日美人 胭脂传 美鸡熊 是可以完完整整开两季的 在6月15号做一次花头的清检 并给它交肥 也有两个方案给了它 由于它有一枝独秀 看到没有 就可以把周围的全部去了 把这枝笋子做成泵木糖 这是一个方案 剪到花芽的 最下面一片叶子 就得到一个笋芽 因为它的根系特别的多 为了避免根罐笔失调 所以我就不动它的叶子了 等到它心芽发出了一截之后 我再露叶子是一样的 再给它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 切记不可以去动它的土球 有的人洗裸根的 很容易洗出事情的 土用饱满一点 浇水的方法的话 绕行浇水 吞一口再浇 很多人假执和花盆失败 就败在这一步 直接瓢泼大雨 一瓢泼过去 走了 说我天天都在泼两次 天上下多大 底下就要漏多少 土壤的含水力 终究是有限的 这样子就不会烂根 换了盆之后的话 全日照摘种 用美乐科偷用型的肥 月末一个多星期 这里就会出现 至少两对芽点 然后想要它 第二次复花 有秋色的修剪方法 首先我把底部的 这些细软的枝条去掉 因为这个枝条的活性不好 修剪的底部比较漏空了 我顶部的话大约是剪 花下面的大概是15公分左右 不可以剪得太厉害 发芽大花的距离太长 所以它就很辛苦 开的花就会变少 或者是不开了 但是我整体要剪的高矮 比较云一点 所以要看这个长势 这样子做了之后 再次给它换一个大花盆 然后全日照摘种 每周一次 美乐科花卉型 或者绣球型的交替使用 直到8月25号左右 就会再次开花 哈尔滨北京这类型的地方 就要把它用遮阳网遮住 避免35度以上的高温价暴晒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迎来它的秋色 好了 关注海马陪你做花 拜拜